No.1 他的容颜曾被誉为被上帝亲吻过的脸 他对日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甚至有人以拯救日本经济的救世主来形容他 他就是木村拓哉 木村拓哉出生于1972年11月13日 日本东京都 曾经与木村拓哉共同演出 悠长假期的山口质子 曾经说过 木村有双像在森林里迷路小路的双眼 木村拓哉在颜值巅峰时 不知迷倒了多少众生 甚至在1996年 在以女性为主流的化妆品市场中 破天荒的以美男子的形象 为嘉丽宝拍摄了两支口红广告 当时轰动了全日本 那款口红在两个月内就狂卖了300万支 彼时的木村可谓自带美颜 如此俊俏的脸庞 让她的姑母在木村拓哉15岁时 瞒着所有人偷偷向杰尼斯事务所投递了简历 当木村接到面试邀请时 以为是骗人的 马上一口回绝 但后来杰尼斯事务所向中了这个男孩 多次邀约木村的母亲 在母亲的鼓励下 木村才决定一事 面试那天她被安排与许多人一起跳舞 不会跳舞的木村被激起了好胜心 于是加入了杰尼斯事务所 并于1991年 与剧中正广道元无狼 森且行 曹简刚 相取圣舞 组成男子偶像传品SMAP 并以单曲Can't Stop Loving正式出道 1989年 木村拓哉首次接触演员工作 出演了日本舞台剧大师 卷川幸雄指导的倒盲犬 由此开始了她的演员之路 1993年 她出演了富士电台月酒剧 爱情白皮书 虽然不是主角 但在剧中表现却令人印象深刻 凭借该剧 木村赢得了杂志TV Guide和TV Live 评选的最佳男配角 1994年 因出演电影《足球风云》 而获得十元玉次郎新人奖 1996年 主演了春季日剧《悠长假期》 在剧中饰演音乐学院毕业生 赖明秀俊 该剧被视为木村的巅峰之作 她因此获得了日剧天王的称号 剧中木村弹琴帅气的模样 在当时吸引了大量男性争相模仿 并造成男性学钢琴的热潮 1997年 木村在日剧《快递高手Gift》中 饰演坏男孩的形象 深持人心 她玩蝴蝶刀的剧情 被青少年模仿 甚至引发了伤害事件 其中一起是学生刺死老师 那位学生向警方表示 自己是模仿木村在Gift里的角色 从此Gift被永远禁播 童年的恋爱事迹 以一夜情作为开头 在那保守的年代是非常前卫的 剧中的片同哲平 深信风流 其实不擅长恋爱 由松龙子饰演的上山里 则是会不顾一切取悦对方的女孩 这种坏男孩和青春女孩的爱情 到今天都还是许多男女的幻想 片中把妹的技巧 背后抱摸头沙 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模仿 甚至剧中木村的格纹外套 还特别以木村格来称呼 1998年 木村在电视中跳趴拉趴拉舞 这个舞蹈甚至发展至整个亚洲 当时木村做什么都会成为模仿的对象 甚至连发型都被全日本的男生模仿 在木村爆红的这段期间 木村遇到了他的初恋 伊藤香里 他与当时是模特儿的伊藤香里 要了电话 并开始了九年的恋情 当大部分艺人为了爱情遮遮掩掩时 木村拓在似乎不在意自己的前途 牵着伊藤香里的手 穿梭在东京的街头 但随着木村的走红 舆论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 在被媒体爆料与女友同居后 贤尼斯事务所曾劝两人分手 但木村坚持恋爱与工作 是可以同时发展的 最后香里还是忍受不了媒体的骚扰 以及被木村粉丝谩骂了生活 无奈选择了分手 当时的木村在万般的痛苦下 如此回应了采访 同香里在一起的日子 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 一切都是他给我的 所以我十分感激他 受试炼打击的木村 一有时间就去冲浪 他曾说冲浪可以让他忘记 很多苦恼的事情 刚战胜一个浪峰 下一个浪就会来到 你又要从零开始 人生也是这样 冲浪前自己的性格是带着刺的 冲浪后性格里的刺 都被海水里的盐分融解了 1998年木村拍摄《沉睡的森林》 后脑受伤缝了五针 当时媒体多次报导 木村发生意外身亡 但事务所选择沉寂 其实当时木村对演艺圈 多少有些失望 在广播节目中甚至嘲讽 艺能界没有值得信任的人 随着情感的伤痛逐渐抚平 于1999年酒井法子 介绍了比木村年长两岁的 宫藤静香给他认识 随后在2000年 他与长盘贵子演出了《美丽人生》 他所饰演的冲倒冬二 与丁田杏子发生的爱情故事 不知深深烙印在多少少女心中 最终化甚至创下了41.3的收视率 该收视率也是近30年 单集最高收视率记录 木村也因此第四次获得日剧学院赏 最佳男主角 就在该剧刚播映完不久 28岁的木村在SMAP演唱会上 突然宣布婚讯 当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日本国家电视台NHK 每15分钟播报一次 这样播报的密集度 被当时日本媒体称作 只有天皇驾崩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演唱会上他对着观众宣布 我是SUNAYA TAKYO 今天 我会发现 我会发现 大家的意识 我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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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万千少女 为之心碎 当时的她在演艺事业上 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样的决定无疑被视为一种自杀性的行为 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让我们继续看 牧村拓哉下集